文化部與相關單位促成 將企業促進文化發展 納入我國永續發展實踐 分酬 上市櫃公司投入資源 支持國內文化發展的話 可以在公司治理評鑑中得分 文化部預估今年可以帶動 三十億元的文化投資 科企業董事長 藝文介與政府代表 齊聚國家戲劇院 見證企業促進文化發展 納入我國永續發展實踐範疇 從今年啟動 企業若投入資源 於國內文化發展 可在公司治理評鑑上得分 文化部樂觀表示 一定可以提高上市櫃公司 在益文領域的投資 文化部希望能為文化界 注入更多活水 而唐美雲歌仔戲團創辦人 連唐美雲則形容此次 猶如諸葛亮借來一陣冬風 何碩聯合科技公司董事長 童子賢則樂見更多資源投入內容產業 實質鼓勵上市櫃公司贊助支持國內藝文發展 金管會表示企業透過評鑑得分 將獲得更好的企業形象 吸引更多重視永續形象的基金來投資 記者林靜梅謝祈文台北報導